曼谷唐人街 曼谷唐人街開了很多文青咖啡 我們平時就是吃all day breakfast 不知道泰國人又是吃甚麼早餐呢 今天我們就找了一個老街坊 帶我們去一些舊式的咖啡店試試 早安 鵬哥是第四代華僑 從小到大都住在曼谷唐人街 已經超過四十年了 而這間有86年歷史的咖啡室 他小時候就來這裡吃東西 在這裡可以吃到 好像新加坡那樣的南洋早餐 我爺爺以前他經常帶我來這裡 一般我們訂這種 這種最好吃的 你看每年都點的 當時有不少外國領事館 坐落在這一區流行起西式早餐 這裡就很特別加了立場 因為餐廳老闆就覺得 在唐人街這樣會更加適合街坊的口味 這裡的駕鴦用椰子雞蛋等等 連同麵包都是餐廳自家出品的 吃法也不像一般般塗上麵包 而是逐快沾駕鴦 麵包就不會因為醬而變淋 也可以隨個人喜好 而調較駕鴦的份量 好 我們現在試試這個生雞蛋 其實它有灑了一點點 它不是完全生的 我真的要吃 又挺好吃的 不會覺得很腥 可能它加了胡椒粉和美麵 以前我們為什麼吃這個 以前堵車很厲害的 我們沒時間 早上應該喝一杯咖啡 喝一杯雞蛋就可以了 現在我覺得沒有什麼變 跟以前一樣的 盤也是一樣的 跟一樣的 味道也一樣沒有變 餐廳的菜單 一桌一椅 一杯一碟 甚至下單紙的款式 86年來都沒有更悶過 因為我出生以來 都在用這些東西 我就想繼續保留 都捨不得 爺爺是華僑來的 80多年前開了這間餐廳 而我七歲的時候 爸爸過世之後 餐廳就由媽媽一個人打理 來到我接手 已經是第三代 斬眼睛就25年了 雖然餐廳只是賣多士 雞蛋 香腸等等簡單的食物 但是以前最旺的時候 由早5點半開到晚上10點 由早餐賣到晚餐 依然人流不斷 以前最旺最熱鬧的就是這一區 因為以前旁邊就是最大的戲院 尤其是一有新的戲上映 明星都會來宣傳 所以大家會來這裡看戲 看明星 每天都坐滿兩層 甚至要排隊這麼熱鬧 現在雖然不像以前那麼好生意 但是就多了外國遊客 甚至收過他們的明信片 不時還有老街坊回來光顧 老闆看著大家吃得開心 也是一種悶躁 他們來餐廳算是懷舊 有時會帶兒子和孫子一起來 就算坐輪椅 拿拐獎 但是偶爾都會回來這裡吃 經常都有人聯絡想買這棟樓 但是他們未開價 我就會跟他們說 你不用出價了 我死都不會買這間店 這間店我會做到武力 做到死為止 戲院結束了 這一區不再熱鬧 唐人街金非色比 但是老舊的事物 不一定要被時代淘汰 近年就有不少網紅Blogger 帶起了老店的懷舊潮 亦都可以讓我們這一班遊客 體驗到另一種泰國風味 約定你和千華一起Kill the Money Kill the Money Kill the Money